台湾人太善良 我就看到了一个现象 有某个党的在对这个年轻人的鼓动上 完全复制了中共早期的 发动群众的一套手法 有我曾经经历的东西 它会对应上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我们今天邀请到中国海外的反贼大V 他叫做金燃 时事金扫描 我们今天邀请到金燃老师 那请金燃老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金燃是从美国过来的 那么这次很有幸上到八九的节目 起因是因为有一个叫做 全球华文自媒体的官选团 到台湾来官选 所以借这个机会就是来到了台湾 老师他们这次的官场团 主要是来看台湾的大选 是的 我发现一直以来 台湾人对于中共的坏 就是看不太明白 包括我做了这个节目 做了这么久 还是有一些台湾人会觉得 没有那么坏吧 不至于吧 作为中国大陆人的理督是怎么看台湾人的 看不懂中共的这个方面 其实不是说我对台湾有多少的了解 而是说生活的这个经历 造成我有一个特殊的角度 也就是说我是北京人 出生北京长大 然后上完大学工作了一段 又到美国去上学工作 所以现在又有机会来到台湾 所以我多了一个试点 也就是比较客观的第三方的试点 如果像你提到说为什么台湾人 好像觉得中共是挺坏 好像没那么坏 两点 最主要一点 台湾人太善良 这就好像是什么呢 一个过日子的人 就是说过好我的小日子 把家里头孩子太太照顾好就行了 然后我不会做出格的事 我是一分汗一分钱这样去挣东西 你是无法了解 一个天天杀人越货 一个以拿到权利 用暴力去掌握自己所有的欲望和东西的 这样一个大流氓 他是怎么考虑待人待物的事情 你想不到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台湾人都觉得 说那个我也听了很多了 中共他们做了很多不好事情 那可能就是更坏一些了 在我看来 中共其实它是个另类 它基本上 如果你认为它只是个坏人 你已经对它 有了一个极其错误的认识 再者第二点 就是为什么台湾人认为 中共这个好像没那么坏 是因为中共 这里不是夸它 它可以说是认知战的鼻祖 从它起家 就是靠宣传 靠鼓动 平民百姓中鼓动起家的 所以它的总结了一套非常有效的认知战的战术 到最近来说 在我看来已经都2.0 3.0都不止了 所以它到 可能大家不会注意到它的认知战是怎么样 它不会告诉你说台湾不好 台湾那边杀人放火 那过不了日子 那地方水深火热 它不会再说这样的话了 它告诉你的是什么呢 你们台湾虽然也OK 但是我这有的事你们那都有啊 你们好像也有什么官员贪污啊 那是什么黑金啊 然后人家的黑社会啊什么什么 你看你们自己还有黑社会电影呢 对我们那还没有呢 对不对 然后这样已经让你觉得哦 这只是说彼此有不同点而已 然后再进一步 他就会说 你看我们人大会议什么 你看那开得多么祥和 多么气派 没有人这个互相攻击什么的 你看你们打起来 像什么样子 你这时候感觉是啥了 好像台湾有点乱 台湾有点乱 真是这样 然后如果我还绑架着14亿人 有巨大的国土面积和这种可以用来生产的东西的话 我还给你带来财富 你到我这还能再赚钱 你就会更加觉得啊 不错呀中共 经济也在往上走 然后我也没看着杀人放火 好像就是有些报道 基本上就是看八九讲的时候 才有这种很不好的东西 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但是这种一旦台湾人全民都形成这样一个概念的话 就已经掉在中共设的那个陷阱里面了 后面的一系列的对官员的 不管是从媒体上到官员的认知上 政策的制定上和老百姓的推动 就是民间的意愿的推动上 全会陷进认知战的这个陷阱 每次中共都在升级它的认知战 当我们有一套新的打法对它的时候 它又升级2.0 3.0 4.0 我觉得这次台湾大选 出现了真的很多的年轻人去看抖音也好 TikTok也好 你也知道在上面 我们台湾是没有办法在上面去做宣传的 不被允许 即便被允许了 TikTok的版本是国际版本 它会压你的流量 那会导致年轻人看不到 当我们想要辟调 想要说出中共的一些认知作战的时候 它不让这群人看到 那其实这次大选 我其实从去年的时候就隐约发现 似乎有共产党的玩法 共产党的打法在台湾这边在运作 那你是怎么看这次大选 其实我在我的节目里面 有提到过这个现象 就是因为我第一次这样深入的去观看 实质的在里面去看台湾大选 特别是我们的大选前夜 我们连跑了三处 民进党民众党国民党 我们三处全部都跑了一遍 然后就看到了一些现象 当我看到我脑子里头就会 有我曾经经历的东西 它会对应上 那我就看到了某个党 我说我不提名是为什么 有些人说你干嘛不指名 你不是自媒体吗 你怕什么 我不是怕什么 我点他们赢没有问题 但是我作为一个客人到台湾来 我觉得我要收尔律 我不可以说过线 不管怎么样 我是客人不能说得太过了 对吧 还是有主客知道的 所以我就不点名 其实大家也明白 我就看到了一个现象 有某个党的 在对年轻人的鼓动上 完全复制了中共早期的 发动群众的一套手法 在我看来就是2.0 基本上是这样 你比如说 我听到这边有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这个年轻人 现在最主要的 他们的这个痛点在哪里 因为年轻人觉得我长大了 我要拥有什么 我要拥有世界 我要怎么怎么样 你看他们都有 我为什么有 我挣的钱要多 不但要能租房子 还要买房子 对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痛点 是被某些政治家抓到了 他们怎么抓到呢 就是说OK告诉你 之所以你的工资很低 你的经济状况不行 你还要跟爸爸妈妈住在一块 你也买不了房 是因为当政的人 他们做的一套的东西 造成了你这样子 那么如果我上台 我会让你们实现这些东西 一般年轻人 如果说你抓到我的痛点了 我会不太想 我到如果是现在这么大的年纪 我会理智的去想一想 综合的考量一下 是不是真话 可不可能 但是年轻人不会这么想 年轻人就说哇终于找到这个人了 这就是我们的带路人啊 我就跟着你干了 然后有房子有车 漂亮的女朋友像你的一样 然后什么都有 当初在共产党起家的时候 用的就是这一套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他在对当时中国社会没那么复杂 就是两大块的民众 一个是在城市里边的居民 基本上工人为主 那么一大片呢 最主要一大片在农村是农民 那么农民没有地 基本上都租住地主的地 好 他就提出来 共产党来了 跟你说 你跟着我打土豪分田地 你看看你几辈子人在这辛辛苦苦 种粮 给地主大部分的钱 大部分的粮都归了他了 他不会跟你提 人家地主是怎么辛辛苦 一分一分把那个田地给挣过来 他不跟你说这个 他说他们在剥削你 你跟着我 咱们一起干它 把它弄完了以后 打土豪分田地 然后这块地全部分给大家 当时的那个那个知识水平 教育水平也不高 你你会怎么想 你干了几辈子辛辛苦苦的干 一块地没有 他说了你只要跟着我干 给我地 干哪 我有啥损失啊 我现在啥也没有 对 我现在也啥也没有 就跟现在的台湾的年轻人似的 刚毕业 刚从学校走上 我啥也没有 我甚至连女朋友都没有 无所谓 有人说我能能给我房子 能让我买上房子 干哪 是吧 一个意思 这还不够 广东村还不够 共产党另一招 到城市 跟工人说 好 你们在工厂里面 是那些资本家 在剥削你们 用一个词 共产党特别会使用 这种一个新词 你又觉得时髦 然后你又搞不清楚 什么意思 解释权在他 他告诉你 他在剥削你 然后我们一起 你跟着我干 我们把资本家打倒 工厂属于大家的 为什么属于一个资本家 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就不能属于资本家 人家辛辛苦苦 也是从工人干起来的 就跟现在的正常的民主社会是一样的 你要是马斯克那个能耐 你当然你可以 特斯拉你可以弄起来 对啊 任何人都可以去 给你那个环境 他不这么跟你说的 他是反其道给你讲 然后就造成了 所有人开始跟着他干 把国民党打倒了 干到台湾来了 然后是什么呢 也分你土地 一开始不能不分 为什么分给你土地 让你接着兴奋 这个兴奋劲 要把那个地主和资本家彻底打倒 所以打死了很多的地主和资本家 资本家可能还少点 地主打死很多人 甚至把他们的什么太太什么也都给分了 小老婆啊什么的 说是可以娶几房 然后重点人在这了 到下一个阶段 搞人民公社 跟你说啊 那我还有另一套 让大家过得更好的一个一个一个形式 人民公社大锅饭 所有的你不用交钱啊 天天你只管干活 又给你公分 过来以后做好吃的 是 大家一块吃 谁也甭说谁吃什么 大家吃的一样 把地全部收回来 属于公家了 公家是谁呢 公家就是谁也不是 谁当政 谁拿着拳 谁拿着枪杆子 谁是公家 就是共产党的了 资本家那也是一样 先跟你说啊 我不完全让你给我啊 把你的把你工厂给我啊 咱们公私合营 对 我可以支持你啊 你看工人闹得那么厉害 我一句话 他们听话 好好给你干活 工人也是啊 听着听共产党 好公私合营 没过多长时间 就没你啥事了 对 这工厂也是公家的 他不会说是我共产党的 是公家的了 属于全部的工人阶级 全部就是一个都不是 所以呢 就成了 你看这一套 是不是很像 某党的候选人 在现在针对年轻人 这个族群使用的那个招数 是一样的 而且据说 这位候选人还号称最崇拜的是毛泽东 对 不可想象 一个台湾人崇拜毛泽东 那是个杀人魔头啊 杀了无数人啊 我跟你讲 共产党如果占领台湾 或者说 你想像香港那样 共产党会怎么样对你 共产党的手段是什么呢 他不会说全面的 把所有人都折腾到 每一次只针这一小部分 而且呢是让群众断过群众 就说让你不受影响这边 跟我一起先斗他 举个例子 三反五反 三反是什么 先把自己的 他是针对公务员类的那个级别的 先把这批人就是我内部的人 比如说就是我助手 我要把先搞清楚他是不是跟我一亲 然后呢 把这批人该整的整 该杀的杀 三反 五反是什么 工商资本家 这回呢不针对公务员了 我已经清理干净了 所以开始让叫做反右 而且反右的时候呢 叫引蛇出洞 这招啊 我跟你说 工量来都可以用 什么意思呢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就说哎呀你们 我太希望你们提意见了 来来来来来 党欢迎你们提意见 虚心接受 他们还真是啊 专门到你面前拿小本本 来来给我们提提意见吧 我们改全部记下来了 然后一转脸 报纸上一篇文章 风向变了 反右了 对你所有的言论 刚才跟我提的 这是反革命言论啊 针对我们伟大领袖 还针对我们的政府 你要干什么呢 马上这一片知识分子 全部都不出事了 你也出不了事了 给你送到大西北去 哪个哪个农场 一劳动多少多少年 我的父亲也去干 他叫干部学校干校 发配到四川也好几年 啥也没说 这还属于是边缘的 不属于什么右派什么 右派那更惨 对然后这一批完了 分别的都完了 基本上他觉得 我已经完全控制了 人民的思想和谁也不敢说话了 谁不敢说 然后怎么着呢 我还觉得清扫的不干净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这回让谁先动手啊 小孩子注意 年轻的小孩子 16到24 22之间的 对 就是现在台湾的这批 带着小绿衙的那批人 让他们去收拾老师 打校长 对 然后 这些小孩子是一旦激动起来 他们是没有轻重的 然后让他们收拾所有的人 收拾到了 我觉得中共那是觉得 毛泽东觉得不行 要乱 马上让军队入住 把小孩子控制住 然后呢 小孩子全部上山下乡 在城里 我觉得控制部落 你们该干的事也帮我都干了 全给你们发布到农村去 让你们吃吃苦 全都老实了 等你们一天吃不上三顿饭 看你们还喊不喊 你们还热情高涨吗 你们脑袋上还带不带这个 他可不是文化大革命就停了 后面接着一茬一茬 只是2.0版吧 所以他们是想把这一套用在香港上 用在台湾上 这是他们的手法 所以我作为一个大陆人啊 我看到台湾人的那种 因为善良而产生的那种 我不说错误的认识吧 是认知的这个水平的问题啊 我心里太急了 这样一步一步的会被这些 所谓的就是说你一个好人 会被大流氓玩死 虽然我目前看到台湾 还没有像文化大革命那么严重 因为那个时候毕竟小孩 有些小孩子还会去抢军工厂啊 去抢枪抢炮打 哇 这打得好惨 可是我看到台湾这次的现象是 我在网路上看到很多人发文表示嘛 就是他支持绿的也好 支持蓝的也好 他们会穿那个衣服吗 什么听台湾或是蓝颖 就会穿蓝颖的 那有些大学生或是年纪 就很明显是24岁22岁以下的那一种 看到会对他们比中指 会呛他们 我觉得这以前的旋指我看不到 即便是2019年的我 我不喜欢韩国语 我看到韩粉我也不会去比他中指 我也不会当面去呛韩粉 我提供另一个角度啊 有一个很有趣的事 我今天没有穿来啊 因为今天天气比较好 我穿的也太热了 就是我来台湾之前 我说OK我听说台湾那边属于冬天比较冷 我要买两身衣服 然后买的比较厚的那种条绒的 我也没注意 有时候买个fashion一点 一边一个色 我没注意 但是到这边来参加那个观选团以后 我忽然发现我买了两件的那个shirt 左边是绿的 右边是蓝的 然后晚上的时候我更更让自己吃惊了 吓我一跳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一脱这个衣服里头是个白衬衫 三方的颜色都有了 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冥冥之中吧 其实也是我的观点 可能有人觉得啊 你是不是支持民进党的 我这么说吧 我自己确实作为有一个个人 我有我的倾向性 但是我的主要的观点是说 当我看到这三党的候选人 同台站在那边各输己见 说出自己不同的政绩 也指出对方的这个不妥的地方的时候 我已经觉得是整个台湾人赢了 你们全赢了 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制度 所以你们才有机会看到三个可以是观点不同 甚至是相反的人站在这里各输己见 这就是中国人现在最渴望的 当我这次呢 站在这三方的这个这个造势队伍里的时候 我就有个幻觉 我说什么时候在大陆的中国人也有这个场面啊 我们也可以在其中啊 他不在于说你一定要支持谁 谁的一定是对的 而在于这种制度 你一旦让他成熟了 大家认可他 那么在这个制度之下呢 他就会有一个制衡 当初有人说这个民选制度不怎么样 说竞选 你勾举例子说竞选 包括美国 竞选出一些好像也不怎么样的人 我的认知是这样的 人这儿的制度没有百分之百好的 没有perfect 但是民主制度是相对之下呢 他不是说一定要选出最好的人 比如说台湾最好的政党 或最好的人 但是他是一种制衡制度 他可以选出一点 就是说当下人民最希望上去的人 和能够让发现后来不好的人 他可以被选下来 这个制度他起了这么一个这个功能 所以呢大家我是觉得你们太幸福了 你们有这样一个你们可以抒发自己的想法 可以选自己喜欢的珍惜吧 就是说一定要理智 这个制度才是大家要维护的 所以呢不管是你是不是特别反对 或者特讨厌谁 我觉得可以完全用一个更理智 更成熟的态度去对待珍惜他 那我想问一下 你这次是怎么看台湾的这种很原始很传统的开票方式 因为2020年的美国大选那个时候有好多什么邮寄投票 那时候惹了非常非常大的矛盾跟争议对吧 相较于美国的这种开票方式跟台湾 你觉得有什么区别 这个也是让我非常吃惊的一点 就是说虽然台湾只有1000多万人投票 但是居然是在同一天 用这种特别传统的方式这么高的效率 他是8点到4点嘛 投完了以后三个小时之内出结果 而且这种结果呢 因为我看到那个唱票的那个过程 简直太爽 就这么说我太爽了 我跟你说 好多东西可能好像说越先进的越好 我觉得有些东西是越归于它的本出 越原始的 越可能保持它的本真 然后它在过程中的出错的几率会更低 或者有些心怀不轨的人玩猫腻的 那种机会会低 从这一点上来说 虽然台湾本来我来 我说OK 我从美国来的那边的民主制度 似乎比这边时间要长 更成熟一点 但是来了以后 我突然至少对这一点上 我有了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不但美国全世界 包括西方主流国家在投票 这个投票开票的这个过程呢 是要学习台湾 台湾已经number one 我可以这么说 我看到的是真正的一个 比较上来说最公正的一个开票的过程 它可以让人人看得到 可以让三方都可以同时监控 而且快速的出来 不让这个时间拖长了以后 出现任何的空子 非常关键 这个对美国也极其关键 所以我说了一点 台湾这回在全球 起了一个非常大的示范作用 今年是一个转折年 因为全世界 100多个国家里的 60个国家大选 台湾是第一个 今年的第一个出结果 美国是最后一个 一头一尾很有象征意义 所以我说 台湾给包括美国在内的 所有西方民主国家 起了一个好头 像我就是在推特上 也看到不少的 美国人在说 台湾这种传统的开票方式 真的让我好幸福喔 但是我在台湾的网络上 看到更多的 就是这次败选的 那些的支持者说 台湾这种开票方式太弱了 我们要向美国学习 向欧美学习 但是今天邀请到一个 长期生活的美国人 他持相反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台湾人真的还是 多出去看一下 然后去看一下 国际上的其他人 是怎么评论 这次台湾的大选 我觉得会好一些啦 好东西啊 不一定是越现在的越好 你看那个手表 现在怎么做 你怎么做 好像又是电子又什么 其实现在最有价值的 还是手工的瑞士的表 OK 那个是真正的好东西 不要以为新的东西 就一定是好的呀 那这次民进党 我觉得打破了这个魔咒 三连论 跟那个习近平三连论 是一个回事啊 对 民进党这次胜选 那你觉得 之后的台美关系 跟两岸关系 会怎么发展 美台关系的话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因为以我的认知 美国它在内政上 共和党民主党 可以是打得一塌糊涂 但是一旦涉及到台湾 两党是一致 所以是特别有趣的一个现象 这也说明了一点 基本上 美国民众和议员们 代表民意嘛 还有政府 基本上在现阶段 已经达到了一个共识 就是说台湾 我们是要帮助它 保留它现有的 这种民主自由的制度 而且呢 我们是不惜用武力方面的 这种支持 来去提供最大的支援 而且呢 现在从民调的角度 美国民调它 越来越高的比例数 民众呢 是在认可台湾 就是说对中共的不认可 就是不喜欢不认可 以及对台湾 现有政治制度的认可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趋势 那在这种情况下 据我所知呢 其实暗底下的 从台面上讲是这些 政府的这个 或者民调的这个 从台面下的 我觉得可能很多东西都在做 包括美军和这个台湾 台湾军队的这个 互相之间的互动 培训也好啊 特别 其实我是特别关注于 除了硬件以外 比如说什么F16啊 什么的这种 战斗机啊 武器以外呢 软件方面其实是 在我看来我更重视 就是如果两个军队的 在战争发起时的协调性 系统的沟通 特别是作战指挥系统 和信息的这个沟通 其实是占了更大的比例 这个是不得了的 很多人可能不懂军事的人 可能对这个不太关注 但是它虽然是软势力 但是它起到了可能超过一半的作用 顺道我讲一下就是我对台海之间的 等于是中共那边和台湾这边的这个关系的问题 也有很多人都是台湾人是比较关心说 所谓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对啊 这次选举它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很大程度上 其实是台湾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的问题 自己的制度是不是要 民主制度是不是要坚持的问题 是不是要被中共拖下水的问题 所以呢我是这么看的 另外呢有关战争的问题我是本人觉得 我不觉得中共现阶段有可能攻台 为什么呢很简单 首先中共是一个要先保证自己稳妥 没有问题的时候它才敢动手的 所以呢以现在的情况看 首先武力方面 中共军队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可能台湾民众也知道 而且特别包括如果打台海的话 火箭军是一个主力中的主力 而它大家知道它基本上上层的将军 全部都被换了一批 基本上是个烂摊子了 而且呢我们看到的只是上面的这些将军 被抹掉被拿掉 甚至有些消失的 其实它背后真的是烂摊的 一堆下面的问题 甚至有那个 这不是最近有这个报道 美国的主流媒体 彭博的 说那个火箭里面灌水啊 这个这个事实呢 我稍微迟一点点保留态度啊 它不一定说真的都是灌水 但是它其实是揭露了火箭军也好 它的那个贪污腐败的那个状态 它绝对不是打仗的状态 放心 所以呢这是从硬件来说 另外一个软就是说打仗是要花钱的 大家也可以感受到这个中共的这个疫情之后 它的这个国际上可能只是通胀 它现在已经有通缩的这个这个趋势了 这很可怕的 经济方面甚至已经搞到 就是说年轻人失约率超过 他自己工作 其实远远高于这个 甚至他自己不敢公布了 他不敢公布这个指标 他也封关他的民调了 对啊 自己把自己的封了 其实原来是他自己公布的 不敢公布说明了啥 你自己去想很显然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他基本上是文攻武吓 基本上是下 当然呢 他可能在这一阶段呢 更加会加强认知战 因为这个东西是他现在可做的 所以有一点我也想讲一下 比较有意思啊 这个我希望我说的东西 不要一棍子打的人太多 然后得罪人太多啊 下回来台湾都有点困难啊 就是就是我作为大陆人 我觉得好好笑 台湾人善良到什么呢 连政党也开始犯这种 看不清的这种状态 我给举个例子啊 像是这样 台湾就像是一个游泳的人 在大海里游泳的人 然后呢 他们一直是认为 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 一直是认为 中共是一个好像更强壮 在附近游的人 手里拿着刀子 或者拿着什么东西 拿个棍子啊 对一直对我有威胁 所以呢 大家商量的是什么呢 这三党居然是商量说 OK 我要用什么样的游泳姿 这种方式来应对边上的这个中共 有一个党我不能举具体例子 一个党说 OK 我自游泳 这个动作 游的又快 想逃就逃 想跟他干 又能打水花 吓到他 另外一个党说 说不行 说要沟通吗 自游泳 我既能呢 想游开就游开 然后呢 我又不打太多大水花 让人家看着比较 好像要跟我谈的啊 要谈要交流的这样一个性质 另外一个党就更逗了 另外一个党说 你们这个姿态都不行 更亲善一点 OK 你看我怎么游 我养泳 这个动物最最怕的是 把肚皮露出来 我把自己肚皮露出来了 我给中共看 你看我这个是好吧 是好吧 我都这样子了 你你不会怕我了吧 我们肯定能谈了吧 但是边上 你们不知道的是 游的那个不是个人呐 是条鲨鱼 中共是条鲨鱼 把鲨鱼都看乐了 这这三党 这仨人在干嘛呢 我管你有什么姿势 我只要饿了的时候 我过去就是一口 我只是等待时机呢 他们却在研究 用什么样游泳姿势 来跟我交流 热死我了 太可怕了 我这样说 可能有点得罪人啊 但是我作为一个大陆人 我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景象 实话 对是这样一种景象 大家做好人是一定要坚持的 但不等于是看不清状态 我觉得这个很大的层面 在于群众 如果今天我是出来选 假设呢 假设我今天出来选总统 那我即便知道中共是鲨鱼 但我也不敢跟民众讲 就是我们要如何对付鲨鱼 因为大家会害怕战争 那这时候我就会失去更多的选票 是的 那我觉得最大的原因 还是认知作战这一块 其实对于这一点啊 我有自己的一点点看法 其实可以做的 应对中共的认知作战有两点 一个是短期效应的 或者说即时效应 这么说比较合适 即时效应的就是台湾的媒体 一定要更多的去向民众宣讲 中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那说白了就是说多看社图日记 多看八九 顺带着如果还有时间 可以看看我 竟然实施金扫描 这是一点 但是是个及时的 但是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根本的问题 说我发现了一点就是台湾的教育 为什么中共它一个是枪杆子 不会撒手 一个是宣传 它的宣传里面最重要的一环 除了大家看到什么CCTV啊 什么中央电视台 还有一个就是教育 因为你会发现这回 比如说民进党是第三次 它之前已经八年了 你八年可以让一代人脑子完全被洗掉 在于你在学校学什么东西 台湾的现在的教育的课本里 我发现对中共的讲述 特别是讲到位的讲述非常少 所以呢我当初在那个座谈会的时候 跟那个陆委会主委 那个在副主委 在昨天在聊天的时候 我就提出来我说 其实是有简单的方法 可以让整体的台湾民众 在一个时间段来比说 四年到八年之内 有对中共一个根本的认识 能够打下这个基础 就是如果我知道有一本书 《九评共产党》 是我看到的至今为止 对中共揭露的最精到最到位的一本书 看了这本书 如果你真是踏踏实实的认真的看完了 你对中共基本上可以说 你有一个真正的认识了 所以如果台湾的教育系统 可以把这本书 因为我不太了解具体要怎么能放进去 作为课本或者说指定的 比如说一个课外读物 那么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这个是一个长期的效应 如果您和教育系统的官员也好 或者有这个在那个角度 可以推进一下的话 也希望您能帮助去看看 能够怎么推动这件事情 好那喜欢的话请订阅金兰老师的 《时事经扫描》 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我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九他是金兰 下次见拜拜 谢谢大家